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大幕拉開 中國市場慘遭拋棄 高盛與金四座 另有一盤棋 中共三中全會有啥名堂 三中全會前 馬雲回國現身阿里總部 引發猜測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7月11日 星期四 向大家報告 在本視頻結尾 我們會介紹副頻道每天最新內容 請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我們的親朋獲得真實資訊 在亂世中自保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大幕拉開 中國市場慘遭拋棄 高盛與金四座 高盛集團的策略師們表示 由於中國的消費疲軟和中歐貿易緊張局勢加劇 投資者應拋售大部分銷售依靠中國市場的歐洲股票 由莉莉亞·佩塔文領導的這一團隊警告說 中國的消費意願不佳 打算對奢侈品征稅 中國政府可能會對歐盟提高電動汽車進口關稅進行報復 而高盛的投資組合主要由奢侈品 汽車 基礎資源和 半導體行業的股票組成 莉莉亞·佩塔文7月10日在一份說明中寫道 雖然年初至今 我們的奢侈品投資組合 已經經歷了諸多的盈利下調 但我們擔心可能會出現更多的下調 此外 該投資組合的估值 溢價已經縮小 儘管仍處於歷史高位 高盛做空的企業中 不乏歐洲一些最大的公司 包括奢侈品公司 路易威登集團和歐萊亞集團 這兩家公司分別有17%和21%的銷售額來自中國 歐萊亞上個月警告說 由於中國市場 在多年強勁增長後出現疲軟 預計2024年美容市場的增長將放緩 高盛策略師們同時表示 在美國有業務的公司將迎來好運 策略師們建議投資者買入收入主要來自美國的公司 諾核諾德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 今年3月4日 高盛集團財富管理首席投資官拉赫瑪尼 在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說 我們所有的客戶都在問這個問題 考慮到中國看起來如此便宜 人們不可避免地會說 它是否已經過了最糟糕的時候 我們的觀點是 不要在中國投資 它給出的理由包括對未來10年 中國經濟穩步放緩的預期 他表示 到目前為止 中國的三大經濟增長支柱 房地產市場 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均出現疲軟 此外 中共的政策置頂缺乏明確性 經濟數據參差不齊 都加劇了外界對投資中國的擔憂 另有一盤棋 中共三中全會有啥名堂 眾多中國問題觀察家正在密切觀察 中共推遲舉行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他們的觀察和評論的問題包括 在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根深蒂固的原因 導致的困境之際 這一次三中全會會提出什麼解決問題的思路 美國財經新聞機構彭博社7月7日 以為什麼中國的三中全會 事關全球投資者為題 發表新聞背景介紹 介紹了中國問題觀察家 對這次中共重要會議的預期 儘管人們對中共當局提出突破性結構性改革的期望不高 但投資者正密切關注 解決一系列長期問題的政策的任何動向 這些問題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 房地產市場的下滑 陷入困境的私營部門 國家對技術產業的支持 以及人口老齡化 投資者關注的重點是財政改革 去年12月 在一次重要的經濟會議上 中共高層表示正在考慮新一輪財稅改革 這引發了人們 對三中全會可能公布更多細節的希望 房地產政策是投資者關注的另一個領域 因為房地產低迷 仍然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 美國之音報導 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7月5日在其網站發表 該智庫地緣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傑瑞米·馬克的文章寫道 在中國面臨房地產危機 高失業率 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下滑 以及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的情況下 人們可能認為中共政府會全力以赴制定計畫 讓國家走出經濟低迷 但本月舉行的中共高層領導人會議即將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改革方案 三中全體會議不會關注中國當前的問題 而是將通過大規模投資尖端技術來打造產業 為中國與美國的對抗做好準備 該計畫的宗旨是加強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 並展示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公順服從 從大流行病清零政策到打擊大網絡公司 習近平的政策失誤導致了經濟低迷 這也將凸顯中國正在轉變長期以來 為增長而增長的經濟戰略 三中全會前 馬雲回國現身阿里總部引發猜測 7月11日 馬雲回國現身阿里總部的消息登上熱搜 據網上消息 馬雲在倫敦遊歷數日後 於7月6日回到杭州 並現身阿里巴巴總部大廈 網傳視頻顯示 馬雲西裝革履和一眾阿里巴巴高管步入總部大廈 沿途員工歡呼不斷 很多人拿起手機追著馬雲拍攝 馬雲滿面笑容 和大家熱情打招呼 作為遭中共打壓的阿里巴巴創始人 馬雲的每一次現身都會引發外界關注 對於他此次低調回國 又罕見衝上熱搜榜 有網友表示質疑 真低調怎麼上熱搜了 出國的時候才低調 說的也是 出去的時候一點消息都沒有 還是國外報導才知道 回來的時候就馬雲回來了 馬雲回來了 也有網友意味深長地說 馬雲回來了 這是啥信息 國家邀請的 無他 開始穩就業 三中全會支持民營資本的信號 還有網友表示 馬雲還是有水平的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讓一眾大佬集體出國 馬雲2020年在上海金融峰會批評中共監管機構後 遭到當局打壓 幾乎從公共生活中消失 他創辦的阿里巴巴 螞蟻集團也遭到當局重罰 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李強從2022年底就開始要求馬雲回國 李強認為 這有助於平息外界 對中共打壓私營部門的擔憂 不過 馬雲回國 對於扭轉中國經濟下滑形勢所起到的作用 外界並不樂觀 長期從事亞洲分析的華爾街人士 弗雷澤豪一告訴路透社 馬雲回國有點像放鬆信號 但中共為控制私營部門 而設立的法律和機構並沒有變 馬雲已經被打敗了 黨國贏了 馬雲已經失去了控制權 權力 財富 而且這些都不會再回來了 今天副頻道的內容是 世界正面臨最危險時刻 川普透露的轟炸北京計劃 似乎提前要坐實了 伊朗變天新氣象 新總統要延緩與中共25年合約 《反強制女戴頭巾》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